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东有一个可以看夜景的地方 必须经过一座美丽的北南族部落 部落所在的山形地貌 因为长得像帽子 在过去被称为利卡梦 那就是如今的利家部落 利家部落因为位于市区附近 加上是日治时期的文教中心 所以当地的北南族文化一度中断 原和混居的情形也很普遍 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传统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生活在利卡梦部落的族人 是如何彼此攜手打造最甜蜜的部落 台东山边的小部落连接着市区 这里是利家部落 过去因为日治时期的关系 所以部分的北南族人们迁移到现在的聚落 这是我们原本的居住地 那我们以前就是分了四个区 三到四个区 然后从油库那边 那边有一个部落 然后在上面就是 现在餐厅那边也有部落 然后在北边 北边那边也有 那边好像也有两个 然后后来被日本人集中到这里 这样子往下移 那这边以前都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在使用的地 然后到机场那边 那边是我们的放牧区 对 然后做仪式的地方就有大海边 整个北南平原都是我们北南族的范围 所以我们这边的规划 就是日本人规划的很整齐 还紧致型的部落 环境 造就居住氛围 由于这里是当年的文教中心 所以过去部落里 有许多从事军工教的族人 因为接触外来文化比较早 所以利家部落的文化也曾经中断过 安杰是一位部落建筑的装潢设计师 他的另一个身份 是利家部落现任的拿汉 也就是司机长 是下道 斜杠人生 你不能讲不 他还是一直会找你 直到你大意 在当下是既不能说不 又担心会影响整个部落的营运 所以应该来讲是完全没有机会说不 每次进入主林屋都要祭祀 所以安杰先准备好冰榔与米酒 他猪猪是以前听老人家讲 是也有放那个铁锅 铁锅也有放里面 但是铁锅的那个都是那个女巫在放的 不能去尾的 他要整粒的冰榔 男祭司的话是冰榔是整棵的 然后女巫的话几乎是三半 主林屋 只有喇汉跟女巫可以进去 所以拍摄团队仅能在远方观察 领告主林后 他也带着我们进入 只有男生可以接近的男子集会所 铁锅 屋顶的话 他们我们几乎都是向东 就是往东边 太阳升起的地方门口 但是我以我们面对 站在那个铁锅门口往东边的话 我们的那个铁锅屋顶是两边 北边跟南边这样下去写 人家传下来的绑法 它是非常牢固的 像是在那个屋檐的最底下的那一根 人家盖的他不敢站上去 但是我们这个盖起来的 我们敢站在最后一根那个 雨要低雨的那一根 竹子我们敢在上面跳 我们之前部落是已经 目前是有七十几年没有把它灌了 然后是因为在把它灌后 没有建立起来的话 我们的那个年龄阶层后 都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做一个阶层的 那个植物的分配 北南组是算十八打教育 所以它变成是要在这里 因为这边是可以训练它 又可以加上把那个以前的那个故事传承下去 所以把它灌没有建立起来 对下一代的那个北南组 我们的那个后代子孙 他会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北南组是 是什么的那个由来 我这一次的是那个女巫最大的 她被托梦去子民找我这样 因为可能以前一直跟着部落走文化 这样我们这样听起来都是神话 结果出现在现代 大家也是不知所措 即将建立完成的把拉罐 带给部落的影响是永恒的 唯有把遗失的传统找回来 这家部落才能重现过去的阶级制度 把拉罐是整个部落的象征性 在做起来的话 它不仅是成就感而已 会有带来那种传承 延续后代的那种 那个那种想法 我是觉得比较不错 努力恢复北南族传统文化的同时 生活在这里的军民们 大家更是团结一致 守护着部落与山林 小梁梁 换位 换位 这里啊 好 收到 收到 有车子吗 没有 车子下来要通报一下哦 立家部落村民组成的山林寻守队 他们每天都会不定时上山 协助森林警察寻守整个立家领导 曾经创下一年协助破获三十多起的 山老鼠盗猎牛章目事件 我们现在去三号巡逻乡 好 他在干嘛 这 小心啊 这 小心啊 这边 今天晚上动物非常多呢 有山羊 山羌 水鹿 都看得到 你看你看 像这样的哦 你看像这个 就是动物的那个啊 爪 刮的 快到了 三号的行楼箱 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很好叫的 有一次哦 我来行妇哦 我开车 就有一个小禁 进去里面是有牛庄处啊 那个山老鼠在里面在叫我呢 你知道为什么他叫我吗 他让我是他的伙伴 我来搬木头的 然后他一出来看到我 马上就跑到 跑进去了 马上跑到里面去啊 躲起来 可是山老鼠也是蛮厉害的呢 这几年我发觉到 越来越聪明了 越来越聪明了 他们躲我们躲很厉害呢 他们还有小蜜蜂呢 山下还有小蜜蜂监控我们呢 甚至我的车辆被他锁定呢 还在我的家前面行裸呢 他看我也没有上山呢 他看我没有上山他就来到 除了山的安全要守护 部落里的居住宁静 他们也没有放弃 夜晚了 一群由利家村民组成的巡守队 正要出发巡逻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往上面 利家过去 你也是贝兰族吗 没有 我平地人 那个邱美 我是利家的媳妇 利家的媳妇 你是什么 哪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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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点要四十分钟 每都有不同的人 对 我们一个礼拜只搬一次 来 我可以 好 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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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枝 一枪 一枝 人生 就是沒有區分啦 大家可以如何在一起 他們的年紀活動 我們平地人也會參與 我們平地人的廟會活動 他們原住民也會參與 對 他們這個 你不要說原住民 他們這個 我們立家的那種 原住民的那種 怎麼講 公教人員 這樣的比例很高 這邊喔 對 當校長的 還有當老師的 是 大家來自不同地方 卻選擇留在立家部落定居 竟然把這裡當成了家 彼此團結 守護部落 這一個瞬間 沒有文化的隔閡 也沒有任何距離 因為大家都是立家人 立家部落最可貴的地方 就是他們不分彼此 上下一心 無論是找回消失已久的文化 或是守護山林與部落 部落的長輩與年輕人 共同努力 創造部落的價值 只要大家的心是在一起的 立家部落的未來 就值得期待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在上一段的報導中 我們看見立家部落族人 一起守護山林與部落 而最近部落也興起了一股新風潮 那就是養風 許多族人學習養風技術 來為自己加薪 整個部落大約有十多人 參與這樣的計畫 究竟這樣的風潮 會為部落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呢 接下來讓我們帶您一起來看看 屬於立家的甜蜜滋味 翁翁翁 這幾年立家部落 興起了一股養風潮 隨著養風合作社的建立 大家紛紛在空地裡 放置風箱 準備當個採蜜園 林肯毅村長就是第一批養風員 這個就是蜂蜜 這個就是蜂蜜 做護產品用的 蜂蜜 我們收集 收集以後融掉 用煙讓那個蜜蜂 它比較那個 不要那麼衝動 好幾次被定臉筋 定臉筋喔 不能 最好不要定臉 定手腳沒關係 不會怎麼樣 你看都很激動 你看 哇 他是給我揍 他摸摸 我一個禮拜看一次啊 你看 他這樣 對他自己煮草了 巡蜂的過程 每個動作都必須小心翼翼 這樣才不會觸怒風群 考驗的是耐心與細心 為什麼要刮掉 我們那個叫違章建築 他自己在另外做的 我希望他做在這邊 然後這邊除蜜 這個是蜜 我們取的蜜是那一邊的 那個叫季香 不一樣 這一天 部落的年輕人 也來到村長的養蜂場 田吊 看看長輩們是如何孕育蜂群 你看 這個就很危險了 你看 這個就要打掉了 這個就是王台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王台 這個就是王台 如果他呼化出來的話 他會把我的蜂一半帶走 另外一隻蜂王 他們要另外 分家 分家 對對對 然後 一個家就只能有一個王 對 他分還沒關係喔 他會把我的這邊的蜜 吸飽 帶走 帶走 這樣我們最怕這樣啊 蘋果人那麼久了 結果 出來一個王台 可是如果他出來了 就直接拿去另一個蜂箱 比較好了 你怎麼知道他什麼時候出來 等到他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帶走了 搬走了 所以你們另外一隻王台 是為什麼 譯王 那個是我們 我們自己會譯 看這個蜜蜂的王 已經很老了 大部分都是一年兩年就要換 那你怎麼知道他很老 他上面會寫喔 他的顏色會不一樣啊 他原本那個新的王 是很亮的 很乾淨的 老王是他的那個 你看那個蜜蜂的 老王 不是姓王的喔 他的那個屁股那邊那個線啊 會變黑 我是真心真意的 問那些我聽不懂的事啊 我真的聽不懂 因為他們之前上課的時候 我都有跟著一起去 然後就是他們都有那些 就是老師嘛 因為像今天村長有講 就是養蜂技術 其實要不斷的就是提升的 你就是要 要很知道那個蜂的狀況 你才能讓你的蜜的產量 就越來越好 然後我都會 就是之前都有跟課 我怎麼聽不懂 就是聽不懂 所以他今天這樣子走蜂場 就是每一次跟他一起去蜂場的時候 就是我是真的 真的不會 所以我就會 就是直接這樣問 所以我才會真的問說 什麼你怎麼看的上面有寫喔 除了村長之外 利家部落裡 還有另一位 採蜜頗有心得的養蜂人 這邊目前大概十一二箱吧 我家裡還有兩箱 外面還有兩箱 外面在採蜜的 這邊養蜂的 這邊養蜂的 你們看看 很多耶 它現在蜜足的 很多耶 對啊 你養得很好耶 它現在蜜眼很足 現在一般應該是在相思樹在開花 這箱比較會採蜜啊 有的會採花粉 有的會採蜜 像我這個 現在這個裡面 現在這個 我也在採花粉 我現在在裝罐子 你這個是幾個蜂 那個蜂巢 這個是大概四片 四片 對 之前剩下的 甜美的蜜 蜂成了一罐又一罐 只要肯用心養殖 蜂美的收穫就在眼前 波羅興起養蜂蜂巢 居住在麗加波羅的漢人 也把養蜂當作 米葉以外的夾心 他每天回家後 都要巡視一下蜂群 看看今天蜜蜂們的狀態 中間就是有困難 所以會有乾苦 這個蜂王 在這邊 不一樣 我們就是要找牠 如果說牠還在的時候 那代表我們這一副蜂巢 都還很健全 講複業也算複業 可是 就是多一個 就像我們三科老師在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 把它當作年終獎金的概念 可以多一條這樣子 那當然收得到 當然最好嘛 收不到的話就是 經驗大家 共同有一個 有一個事情可以做這樣 就是村裡面有人一起聊天的話題 這樣 整個部落參與養蜂的人數 大約有十多個人 有些人成功 有些人正在努力當中 但除了第一線養蜂人之外 幕後還有一群立家年輕人 協助著部落長輩們 所以妳這邊全部都在做那個 部落的事情 對 她是主要是那個 健康營造的計畫負責人 對 所以她就是負責那個計畫 然後我是養蜂計畫的負責人 然後 然後 她們主要是 欸 她是那個 客服班 客服班計畫的 然後 妹妹是 請來幫我們三個人 分擔我們的計畫 一開始也沒有 就是 長得那麼認真 就是 是因為 現在這邊有什麼辦公桌啊 什麼是因為我們今年 計畫真的要走的東西比較多 我就想說乾脆一點就把它整理 因為蜜蜂 它可以在那個地方生存 主要是因為那個環境很好 就是它沒有 它沒有灑農藥 然後 植物也很多 就是各種 它其實是要在良好的環境 它才能好好的長大 才能採蜜 如果沒有特別去說 為什麼選洋蜂 然後是為了富裕環境 這件事的話也不會有人知道 那我覺得 這些東西 就很適合把它拿來說過 就是要告訴大家 那我覺得有時候 推廣這樣子的東西 並不一定是賣那個商品 而是 就像村長 它有很多的理念想像 或者是對 那些東西其實就是 產業很重要 環境很重要 但是它有一個就是 它更相信的那個價值在那個後面 那我們如果做了這件事情 那我們推廣的也是那個價值啊 年輕人願意留在部落工作 或許就是部落工作 新盛的契機 但是也要有足夠的資源 支撐年輕人們 把心力投注在部落裡面 今天在鐵花村舉辦的音樂會裡 來自不同部落的年輕人 組成的 悲男竹青春歌隊正要演出 其中利家部落的成員們 也唱出了屬於自己家鄉的 傳統歌謠 我有一半是立家的好不好 好 然後這首歌呢是 我們在部落也有 在過去也有在歌謠班的學習 也是跟那個 部落的長輩們 一起學習的這樣子 好 我們來聽這首歌吧 我們來聽這首歌吧 生活有新生的力量 也有值得留下的過去 就如同立家的這股養蜂巢一樣 共生與共好 才能讓每一天的日子 過得甜美有滋味 養蜂需要純淨的環境 才能使蜂群順利成長 這也間接地讓部落 更重視周遭的環境 或許就如同立家部落 給人的觀感一樣 融合與共好 我們也期待部落的這一股蜂巢 在為當地收穫甜美蜂蜜的同時 也能與這片土地共存共榮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行走TIT 我們下一個部落見 我們下部落見